冯龙24岁 河北人 成都航空专业 空乘专业 中专 各位总裁大家好 我叫冯龙 来自河北省成德市 16岁来到北京工作 那么的话呢 从事销售的工作4年 今天来到费尼莫属 只要求职的工作呢 是销售主管一职 谢谢 你好 邓老师 你好 冯老师 这个裤子是 这个 咱家确实缺布 是吧 不 应该说是节俭 可能是穿的时间比较长 你喜欢吊着腿的感觉 也不是 就是你今天是怎么设计你的这一身衣服的 这个没有设计 没有设计 欧龙学的是空乘专业 对 航空服务 那以前在机场啊 在航空界干过吗 做过 做过六个月 干什么 地勤 后期的话也是通过一个个人爱好及天赋 那么去了北京的几家第一厅一直在做Dancer05 然后就是在07年初的情况下就开始转做销售的一个方面的行业 销售是销售什么 通过电话销售以及网络客服去销售一些保健类型的产品 例如口服以及很多现在销售的一些需求性的产品 你稍等 你稍等 就是那块有电视购物卖保健品 对对对 你这块呢 是在那块做客服 对对对 就我买了这个保健品吃完之后说什么玩意儿这是 投诉电话你接吗 会有会有 那投诉你怎么处理啊一般 你在投诉跟我的是什么产品啊张老师 就是你你这块说治这个高血压的呀 高血压是吧 对啊 你上面说治高血压 然后它其实根本就不是治病的药 它就是个保健品 效果可能不是非常理想 那么效果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它怎么就不可能唇没有效果呢 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么请问针对您的这个高血压的话 您大概形成多长时间了呢 一年 有一年了高血压 您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因为工作劳累呢 还是由于是睡眠不足 就都有 都会涉及到 对 是吧 那您看是这样的张先生 就是说您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同时的话 那么您定义它是一个保健类型的产品 那么 不是什么叫我定义 它那上就印着是保健品 保健品 对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可能说您的定义 是吧 继续继续 然后您定义的话呢 是我们公司在投广告的时候呢 可能会涉及到有些治疗效果的作用 对 是吧 对 那么同时 继续啊 夸大 夸大 不不不不 你们就是夸大 张老师啊 您看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说广告 它必定有一个夸张的一个效果 您看比如说您感冒了 对不对 您也不能说您今天吃药 马上你就会好 是不是啊 更换你那高血压 你已经一年了 对吧 所以小伙子 咱们就是这么聊的 说我吃你药 然后最后呢 不好算我的 好算你的 可以 不不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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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会的 不好就是我生活习惯不好 好就是因为你这个管用了 不会不会 是这样的张先生 因为您的工作确实比较劳累 是 是这样的 对吧 对 你就比如说您感冒了 你吃完药 你也得休息啊 对 是吧 对 所以说的话呢 你呢 我是真受不了你这是吧和对吧 其实是一个技巧 就不断让你说是是是是 给你正面情绪的一个引导 你就生不起来气 我明白 他实在散播的是谁 我跟大家说 第一 冯荣的这个是吧和对吧 容易晕人 第二 冯荣有一个特点 进入状态非常快 留个口 嘖就钻进来 今天主要来应聘一个 什么样的职位 销售主管 销售主管 对 方向就是销售 对 其他的不做 对吧 就是销售 对 大的意向 你想做销售是吗 对 如果我给你一个职务 你是把一个 你是乙方了 我想做一个电影植入 然后你怎么把别人的这个物品 说服别人 植入到我的电影来 孝刚老师现在就是你的客户 你好 你好 是张先生是吧 是冯先生吧 你好 叫我小冯就可以了 你好 是这样的 那么前期给您打过电话 预约过您的一个时间 今天跟您面谈了 是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的话呢 现在正在制作一个影视制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拍摄 拍摄一个 大戏 对 大片 这个您都清楚 是不是啊 你现在不是比我都清楚吗 是吧 张院长 对吧 这个您都清楚 那么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可能之前我们公司老总可能跟我提过你 说你们关系可能之前出的比较不错 那么的话呢由我来给你烧个话 是这样的 就是说可能 烧个话 对对对 他让我告诉你 就是说您对于我们这个大片的一个这个投放广告的一个这个需求量 您大概需要多少 我需要多少 对 我还没说我投不投呢 是吧 那您看您都知道是我们这个是一个 您都知道我们拍摄的是一个影视大作 对吧 那您看的话 您这方面的话 您不投的话 您不感觉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明白了 明白这路子了 明白这路子 他在这路子里面 我来总结 第一我再说一遍 不能给他留缝 我刚才其实是提示 他在那啰七八糟 我说大片 大片 你看你知道吧 大片 我相信这种性格跟这种表现 会招一部分老板的喜欢 也有一部分的老板会特别的排斥 其实他有几点做的特别好 还记得那山东小伙江涛吗 他们都会一点叫套近乎 我们老板稍我给您带个话 你跟我不熟 但你跟我老板是有亲密的关系 第二点呢 这个人不否定别人 你注意到没有 他不会说不是 你看你刚才说没要效 他说不是 他老让你说是吧 让你自己在那坑里跳 我特别想说两句 刚才惠普说的只是紧紧的销售技巧 但是最核心的问题 作为一个好的销售来讲 你要知道客户想要什么 你卖的这个东西 能不能符合客户的利益 而这个还是你从心里头 真心的体会到 是能够满足他的利益的 我觉得他刚才说他对保健品的时候 他从来没说的保健品是骗人的 一个销售人员卖的产品有千万 那个核心就是骗人的 我觉得你不用 不用那个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干一行 爱一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国家没说保健品 干一行爱一行可以不考虑 他心中有这个执念 首先第一个 他是保健品 他说的是药品 这本身就是欺骗 这个是邵刚带出的的话题 不是他 错了 他在电视广告上 一直在做的 他是有治疗效果的 我为什么 我说这话 他要把这个产品东西 表达得很清楚 他更多的是跟客户来套词 满嘴跑火车 其实现在在一个社会上面 最终销售的结果 也会失去诚信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如果他当时做的是一个笔记本 我们就不会攻击他 就因为他卖了保健品 我们就攻击他 这是我们对产品的头恨 去影射到了销售员的身上 这是不公平的 不是惠普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 是刚才小灰谈的这个 惠普他没有抓到 其实小灰谈的是说 他一直在玩销售技巧 一直在跟你套近乎 一直在跟你往一个方向去说话 但他并没有去了解 这个用户真正需要什么 用户价值的用户在哪里 可能你们首先站在了一个 消费者的一个立场上 去考虑到这个产品 对于我的一个需求性 那么如果说这个客户 他没有需求性 他不会打电话来咨询这个产品 同时我作为一个销售 我会站在公司的立场上 会去想到 我是要把东西卖给他 所以如果假如说 一个大妈打电话进来 说我有高血压 然后呢 但是我们家特别特别穷 你这个我真能治病 我把我这个月的生活费 交给你 我买这个东西 你会怎么说 我会告诉他 先买一盒试一试 然后让他去医院 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我觉得这个话题 是一个非常误导性的话题 难道一个千万富翁 来买你的产品 他花的钱就不是钱 一个病毒高慌 来买你的产品 他花的就是钱 所以说 他根上就没有考虑 客户的 但是成本 绕来绕 一个千万富翁 买的时候 他的风险很小 他的财务风险很小 是的 可是你别忘了 千万富翁 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的身体风险是一样的 你误导到财务风险 所以还是觉得 保险品有问题 你也常问保险品有问题 今天我们一定要分清一个东西 我们招的是一个销售 除非我们都认为 自己是卖假货的 我们再来考量 他的道德感 就因为我们这些老板 卖的是正经的东西 我们干嘛 要治愈他的道德感 好的销售 是不是应该主动选择 一些对于社会有利的产品 去进行销售 是见利妄议 还是舍身取义的问题 一遇到商业当中的道德问题 它开始变得比较复杂 我们秉承正确的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 我们是在找人 他是在找工作 这些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在适当的时候 也可以分开考虑 来 十二位 选择让冯龙继续 还是离开 人权离开 小飞离开 美霞离开 老公离开 谢欣离开 李颖离开 有齐老师也离开 莫言离开了 谢谢 很多人离开了 小飞 就说一句话 就是对这个求职者来讲 三十岁之前 你能达到多少 多高的高度 在于你的职业技能和技巧 三十岁之后 你能达到多高的职业高度 在于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好 谢谢小飞 谢谢 现在还有三家留了下来 你要向大家展示 天生我有才 谢谢 很妖饶 是吗 就是有点妖饶 就是低听领舞的 一般是这样的 对不对 是啊 冯东属于脸皮比较厚的 这真的是优点 就是在别人 怎么说的时候 面不改色 而且进入状态 情绪比较饱满 这是他的特点 尹峰 问问题 在你的销售中 你觉得是顾客利益 顾客至上 还是业绩至上 我觉得是公司至上 公司要的是顾客满意 那么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看您是女性 那么首先的话 我感觉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她每天关于自己的一个心情 对于照镜子的情况下 我认为我今天高兴 我就非常漂亮 我认为我不高兴 我就不漂亮 会找自身的很多的一个 所以呢 你是要跟我说什么 你叫所以 所以说这个消费者 那么他在购买任何产品的一个同时 说白了 销售 现在对于很多顾客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买一个心情 公司卖的就是一个服务 这句话怎么理解 很难理解的概念 什么叫买的就是个心情 瞬间的满意不代表永远的满意 如果不是以顾客满意之上的销售 最后是杀鸡取来 对企业是很有杀伤力的 而且强强是付钱的时候特别开心 所以你刚才说的 只让掏钱的那瞬间满意是不对的 我回家之后还得满意 完全不对 我给你提示一下 你给我提示一下 一个公司销售只是一个部门 它有生产品控市场财务人事销售 它构成了生产出一个产品的主体 废话我不去生产先买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产品是走了这么长的地方生产出来的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问题全放在当他去解答 我刘惠普我跟你说 你是一个做销售出身的 所以我们一说问题吧 你就跟我踩了你尾巴一样 刘惠普正在把他的概念销售给你们 不是的 我没有说我们在指责他 我只是说如果销售只是让我体验 花钱瞬间的快乐是不对的 我就说这么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我们追加什么花钱以后的感受 我觉得任何一个公司都会有他的客服部门 都会有他的售后部门 你怎么不是 那惠普你的售后部门就是用来互动别人吗 他作为销售 他作为销售 首先了解自己的产品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什么情况 我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你 惠普也在说 一个企业有很多链条 销售只是进入一个链条 一个环 那这个问题出现什么呢 当销售不去注重产品 不去注重售后 不去考虑所有的链条的 我是轻易环 我的造成的后果可能是其他的链条出现裂纹 但这时候冯璐你要明白 你的回答问题是推卸责任的 好 谢谢李永 你为什么在大家围攻你说你产品是假的时候 你不能说一句 就是因为我现在想卖好的产品 真的 我觉得今天大家就是之所以这么围攻你 就是因为你一直没有为自己解释一句话 我觉得这一点上你不太想用销售 我认为听完消费者以及各位老总的一个谈话 我总结完以后可能回答的会更好一点 但是你们没有给我机会回答 我们的讨论暂告一段落 三位现在你们要决定让冯龙继续 还是离开尹峰 段冬 惠普 请选择 尹峰离开了 谢谢 两家留了下来 来 段冬能提供的职位是什么 是一个销售主管 你是个可塑制裁 但是呢需要更多的去了解 什么是给用户提供 他所需要的一个服务 好 惠普 既然你有你的物资 你有比较乐与爱沟通的这个精神 参与我们线下活动 活一下大家的气层是个不错的选择 活动经理 活动经理 一个是销售的职位 一个是活动的职位 谈钱的事自己来 那么刘总 受来问一下 那么贵公司能够提供的薪资待遇是多少 我们的一般的活动经理起薪是三千 三千 对 然后一个月根据整个你的运营地区的活动收入 然后还有会员的反馈报告 你可以拿到大概50%到20%之间不等的奖金 每个季度 是总一季度的总收入是吗 对对对对 那么工资的发放日期呢 这个我需要了解 对 每个月的10号之前 10号 您受累我打听一下 为什么这事对你特重要呢 发放日期 因为我来上班是挣钱的 他这样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发工资 来 你继续 还有什么问题 三千的话是一个无责任底薪吗 对 是无责任的 那么没有其他的一个福利待遇了吗 我刚才说的绩效奖金部分就是福利待遇 没有了 没有了 有点问题又问段总吧 好 段总 有点问题问段总 你好 你好你好 请问公司能提供的这个薪资待遇方面 我们底薪也是三千块钱 但是呢 加上提成 底薪跟提成的这个比例呢 大概是占到30% 那么这个三千元的话也是一个无责任的底薪 对 底薪 发放日期呢 薪资待遇 每个月的10号 我们考前周期是1号到30号 发放的是10号 上个月的 对 是下发制 那么的话呢 是底薪加提成同一发放 还是分开发 是每月都是同一发放 对 我们的工资是按月发放 奖金是按月季度发放 你怎么那么啰嗦呀 来吧 15秒钟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58同城 或者是世纪家园 或者谢谢 再见 邓总 我都给你带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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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加油